柯文哲就是靠服貿獲得最大政治利益的男人 看到柯粉跟統促黨同聲炮轟秋顯智 現在連統促黨跟柯粉竟然合流了 你說你不是檳榔 你就是檳榔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要做任何政治主張 我都尊重 可是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不要遮遮掩掩 你不要一下有支持 一下沒支持 第二件事情 你確定你要支持服貿獲貿的時候 請你告訴大家 你服貿跟貨貿會造成臺灣多少損失 柯文哲知道了 由於接下來一定會先鞏固所謂的深藍選票 所以他在不同的議題上面 已經開始所謂的打民進黨 一 服貿這個議題 為什麼他不斷要挑起所謂的服貿議題 二 為什麼昨天連核四議題 拜託我當任他幕僚這麼久 我第一次知道他原來不反核四 2021年的時候民眾黨主張什麼 他四項公投案裡面重啟核四 他是投反對票 他的戰法是非常靈活 因為根本沒有價值 沒有理念 他根本不覺得核四是一個主要議題 這就是柯文哲 他要的就是所謂的深藍的選票 也就是說侯友宜跟柯文哲 慢慢的會不斷的往所謂的深藍選票 這一塊去經營跟苟固 好 但請到正好 柯文哲開始轉彎了 一下子說放狗咬人 一下子說不要把我抹紅 這怎麼樣 反這個服貌重啟服貌這個事情 真的是打到柯文哲了是不是 沒有 我先講了 柯文哲就是昨天在黃偉翰的廣播承認了 他選上總統之後 會續談服貌貨貨 而且他會說貨貨優先於服貨 因為服貨牽扯到人比較敏感 所以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就是要支持服貨貨貨貨 這是完全沒有什麼好談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柯文哲對自己的辯解是說 我當時只是反黑箱 我沒有反服貌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T恤 大家可以拿去做這個大頭貼 對不對 這很清楚嘛 上面T恤寫什麼 臺灣不服貌 請問柯文哲這頭不是你嗎 對不對 你穿這個T恤 難道還有彈書嗎 你難道你那個時候騙票的時候 還要說 不好意思 下面還有誇號一個彈書 2024會接受嗎 印在裡面 檳榔對不對 外面是綠色 裡面是紅色 他裡面衣服的內底有紅字說 2024會支持服貨 不要鬧了 我每次都講這個議題 柯文哲就是靠服貨獲得最大政治利益的男人 對不對 你剛剛看看黃國昌 吳正在都毛毛語 柯文哲那時候就因為服貨 這件事讓他變成台北市市長 後面此時此刻有機會選總統 就他現在背棄這件事也沒關係 更有趣的是秋顯智 秋顯智發了臉書 露露等六月二十六號六點五十四分 發一篇 六月二十六號八點四十八一篇 露露等反正講一大堆 就是說當時他們的主張就是反服貌 不要講這種 講這種似是似而非的話 可是問題是下面留言很有趣 看到柯文跟統促黨同聲炮轟秋顯智 你就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柯文哲現在的這個所謂的 互處心切 不是 統促黨 不要抹紅柯文哲 現在連統促黨跟柯本竟然合流了 你說你不是冰狼 你就是冰狼 你看民眾講堂全民參與共測平台 他罵說當你當時掀起走上街頭浪潮 最重要就是程序不正義 看來你才是當時欺騙大家政客 民眾講堂罵他是政客 然後我愛柯文哲粉專說什麼 大家表態清楚說明白 可惜實力選擇遠離民眾 制定跟大陸交流才是中華民國永續經營的名路 哇塞 民眾講來講這個話 柯文哲又說這反串啊 這1450來害我的啦 沒有 這就是民眾黨的 另外一邊統促黨演霸背叛中華民國的人支持柯P 中華統一促進黨支持柯文哲啊 拜託一下 柯文哲當年找黑道打學生的就是統數黨 對啊 結果統數黨現在留言支持柯P 柯文哲你這真的厲害了啦 真的是厲害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我不知道他到底內部做什麼評估什麼 我坦白講我上禮拜跟那個陳志涵同台的時候 我都講很清楚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要做任何政治主張我都尊重 可是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你不要遮遮掩掩 你不要一下有支持一下沒支持 你到底支持還沒支持 可是昨天在黃偉翰裡面柯文哲親口講 他支持福帽貨貨貨 那第二件事情 你確定你要支持福帽貨貨貨貨 請你告訴大家 你福帽跟貨貨貨會造成台灣多少損失 對 我覺得這很公平的嘛 你有你的主張嘛 你有你的父愛嘛 那請拿出損害評估報告出來 每一年台灣邊多少億的預算 一千億 兩千億 三千億的預算 來補貼這份損害 好 柯文哲你要講清楚嘛 所以我喜聞樂見 看到柯文哲支持福帽或貨貨 只是我覺得 你在此時此刻 支持福帽跟貨貨是超級不明智的 2014年那時候我在國民黨 我認為福帽貨貨貨可惜 那時候我的主張 那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當時的時代背景 是連美國都跟中國做生意 美國所有的外包是外包到中國 當時這樣的背景 台灣人民都拒絕福帽跟貨貨 2024年怎麼會有人敢說要支持福帽跟貨貨 美國都飛鴻供應鏈了 你在這個時候把台灣經濟跟中國綁在一起 完全不可能接受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你講清楚說明白 我想看看你到底主張是什麼 我覺得侯友宜能不能整合韓國瑜到底關我們什麼事啊 這皇帝不及即使太監視 你要選又不是我們要選 我們幹嘛幫你關心你有沒有整合 你不去就不去嘛 好請教一下易三個 蔡正元就說你如果七月底的民調呢 還輸的話侯友宜啦 深藍會含淚投給柯文哲 侯友宜說比賽才剛開始 但真的嗎 你看柯文哲已經往後來居上的感覺 他說要壓低侯友宜支持度到15%以下 是他之後的新目標 而且他甚至盤算說 如果他可以壓低侯友宜的支持度在15%以下的話 就可以驚險過關喔 拿下2024的總統寶座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 連深藍票都會跑到侯友宜 柯文哲這邊了嗎 我覺得是氣寶現在都談都談太早了 一場球賽如果有四節 端午變盤算第一節的中場休息 剛晚而已 現在打第二節 所以時間還早 但是重點是侯友宜的人氣不在嘛 他潰散嘛 人氣他已經被這個人設 不只是年輕人不喜歡他 現在連深藍都可能 因為我說端午節的時候 難得你在家裡藍綠大和解嘛 一起罵侯友宜嘛 親戚朋友支持藍的 尤其鐵藍的 更是罵侯友宜 這一塊是侯友宜自己要去解決 為什麼韓國瑜這麼重要 因為韓國瑜代表的就是 在深藍軍公教這塊裡面的人氣嘛 這塊的人氣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都還沒有辦法支持侯友宜 因為韓國瑜知道 我即使支持 這些人氣不會跑到你那邊 我幹嘛自損自己的人氣 我在軍公教裡面 我擁有的這些支持度 我為什麼因為你侯友宜 我反而會潰散掉 反而會因為這樣 跑到郭台銘那邊去 因為大家都已經是不喜歡 侯友宜嘛 所以侯友宜的問題 不要怪誰要不要站台 或你要不要請誰站台 而是你自己的人設 要去重新去建立嘛 所以我覺得金曉刀慢慢的是 有在處理這一塊 譬如說福茂這個議題 他延續的馬英九路線 是說他主張福茂的 比柯文哲搖擺來搖擺去 至少堅決 那你這一塊慢慢就會吸引過來嘛 讓軍公教的支持你嘛 譬如說他在軍公教裡面 去罵民進黨說 說真的在民進黨也沒有說過 你自己那邊講說 什麼軍公教都是吃鹹蜜的 這個東西的話 雖然民進黨會很討厭 民進黨支持的人很討厭 但是你開戰了之後 這些軍公教就慢慢的就會回流 這也是柯文哲的戰法 柯文哲為什麼要罵民進黨王插蛋 罵民進黨的人是狗 可愛的狗 為什麼 因為他就要引戰民進黨嘛 因為所謂的深藍跟鐵藍 他是必須民進黨的人 討厭你的時候 他反而就會喜歡你 這一塊會要引發所謂的戰鬥 這一塊是金輔聰擅長的 金輔聰會不會幫偶友營造這一塊 我覺得會啦 因為他馬英九長期以來 從阿扁時代就開始跟民進黨戰 所以他知道民進黨的支持者的喜好 跟不喜好的東西 所以他會故意挑民進黨不喜好的東西 跟民進黨戰 這一塊會讓藍營慢慢的回歸 所以我覺得 覺得沒錯 我覺得選戰才剛開始 藍營會不會棄保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是一個很空氣 所以柯文哲之後可能又開始會打猴友宜囉 因為猴友宜畢竟加入了金輔聰之後 他可能可以把深藍票給吸回 沒有 所以柯文哲知道了猴友宜接下來一定會先鞏固 所謂的深藍選票嘛 所以他在不同的議題上面已經開始所謂的打民進黨 一 服貿這個議題 為什麼他不斷要挑起所謂的服貿議題 二 為什麼昨天連核四議題 拜託 我當任他幕僚這麼久 我第一次知道他原來不反核四 他要重啟核四 核四在檢查之後要重啟核四 2021年的時候民眾黨主張什麼 他四項公投案裡面 重啟核四他是投反對票 他兩年後之後就馬上可以改嫌一折 他的戰法是非常靈活 因為根本沒有價值沒有理念 他根本不覺得核四是一個主要議題 他兩年前為了跟國民黨區隔 所以他也可以主張說 我反對重啟核四 兩年後他要深藍的選票 他就可以支持所謂的重啟核四 這就是柯文哲啊 他要的就是所謂的深藍的選票 也就是說侯友宜跟柯文哲 慢慢的會不斷的往所謂的深藍選票 這一塊去經營跟鞏固嘛 因為這個畢竟是國民黨的基本盤嘛 也是柯文哲覺得他現在年輕票已經穩了 他所謂操作吃掉國民黨這個深藍的 含淚投票什麼蔡正元講的含淚投票這一塊 他希望這些含淚投票的人 可以投給柯文哲嘛 但是我覺得現在操作氣保都還太早 當然柯文哲有他的一個所謂的觀察度啦 就是說把侯友宜壓到15%一下 這個為什麼會說換侯線是15% 因為15%是一個標準的所謂的氣保線 為什麼叫氣保線呢 因為15%轉換成選票大概20% 以15到20大概18%左右 大概就是姚文哲那個選票啦 所以柯文哲在想要複製2016年 他那個市長選長 2018年的市長選戰嘛 那驚險過關嘛 那驚險過關 現在賴清德大概可以拿到4成的選票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要60% 我只要把對手把所謂的我的次要敵人 我的國民黨的侯友宜 只要壓到20%一下 我就可能贏過賴清德嘛 所以為什麼要把侯友宜壓到15%的目的 是因為他知道賴清德的40%的選票 叫鐵板一塊一票都不會跑 所以他要吃的叫國民黨的深藍票 氣保票 把他壓到侯友宜壓到得票率在20%一下嘛 所以我為什麼說侯友宜有一個觀察點 叫做連戰的所謂的290萬票 連戰的290萬票是23%的選票啦 如果侯友宜拿不到連戰的選票 我說真的 柯文哲就有可能當選 這個也是賴清德要去注意到的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很多事情不要完全用選票去計算 像柯文哲這樣變來變去 賴清德很清楚嘛 民進黨就長期以來就反核是說有發展太陽能電能 當然他發展太陽能會有一些農民受損 我們如何去解決 如何去補助這些問題嘛 那或者是說反服貿的議題 我們如何在WTO的架構下去 跟中國所謂談判所謂貨貌這個部分嘛 這個東西都是執政單位 要去跟人民解釋清楚的 你要有價值理念 剩下叫做政策 剩下叫做你的策略 你不要連價值理念都拋棄 像柯文哲一樣